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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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 Paul 1997年1月17日 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 小时候因为看了Smosh频道的关系 但他萌生了想要创作影片的念头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 Smosh推出的宝可梦系列 只会打水的鲤鱼王 拿着AK47的皮卡丘 EBIDEN的贴加用 这些有趣的内容 如今已经满10年了 受到这系列影片的影响 让Jay Paul跟哥哥一起合创了一个 名叫陆许的频道 但我也受到关注 到了2013年 保罗兄弟在FINE平台上传的影片 终于打开了他们的知名度 FINE是Twitter当时旗下最热门的行动APP 其功能就类似于现在的抖音 在当年有高达4000万以上的使用户 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还尚未成熟 因此创作者最多只能制作6秒的影片 那是个只要有好的想法 创意以及不差的运进 就有机会爆红的短视频时代 而保罗兄弟就沉上了这一波浪潮 成为了当时年轻人喜爱的创作者之一 随着该平台于2017年1月宣布关闭 保罗兄弟又再一次回到了YouTube平台发展 各自经营着自己的频道 带着先前累积的人气 以及多年的影片制作经验 两人这一回仅用短短8个月的时间 就纷纷突破了1000万订阅的大关 拿到了YouTube的钻石奖牌 除了很早就在新媒体上发展 传统媒体方面 2015年J-Paul也开始在迪士尼频道出演喜剧 演过其他的独立电影 算是网红型艺人的始祖之一 到了2017年 J-Paul组了一个名叫Tintan的团队 理由成员主要的活动 就是跟着他一起在这一座豪宅生活 拍摄各种类型的影片 题材不限且几乎日更 频道至今上传有925支影片 总点击率高达70亿 在同一年 J-Paul也以100万美金 建立了名为Tintan的创意机构 主要协助其他像他一样的青少年 往娱乐圈发展 总之就是一位年纪轻轻 就拥有许多非凡成就 频道发展相当多元 但后期影片的一些内容 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争议 因此也被部分观众形容是屁孩网红 另外J-Paul发现过相当多首的单曲 其中也包含不少 DIS其他创作者的内容 而跟其他团队一起演出的这首 It's Every Day Bro 在YouTube上 累积了有2.8亿的点阅 但到战数却高达540亿万 喂等等 这里不是音乐节目 格斗呢 格斗 2017年 一名英国籍的YouTuber Joella 在个人的频道上 发布了他打拳击比赛的影片 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点击率 而在该影片的最后 他称自己是YouTube界的拳击冠军 并表示 欢迎其他的创作者来向他挑战 此一举止 成功吸引了另一位 英国重磅级YouTuber 拥有两块钻石奖牌的 KSI 请来约战 于是两人 就顺势办了一场 网红拳击赛 日期定在2018年的2月3号 且流程还有模有样 不论是赛前宣传记者会 双方之间的恩怨铺垫 到了比赛当天 在YouTube上全程直播 有高达100万的网友 同时在线收看 结束至今 也累积了2200万次的点阅 这数字 甚至好过许多的职业拳赛 原本这一切 貌似跟保罗兄弟 没有什么关联 然而就在这一场比赛结束 主持人在台上 访问获胜的网红 KSI时 KSI却点名了 保罗兄弟 刚好哥哥Logan 就是在去年年底 上传的轰动全YouTube 甚至引发全球媒体 踏法的影片 正处在事业 以及人生的最低潮 所有的广告商 网红以及艺人 纷纷终止跟他的合作 在网络上还有高达72万的用户 联署要求关闭Logan的频道 因此KSI此一举动 无疑可以说是助攻 因为Logan正需要一个 能够付出的机会 至于弟弟Jack 则是看见了网红拳击赛背后 所带来的流量 以及经济效益 很快的 Logan就答应了KSI的宣战 自此两兄弟 开始进行了正规的拳击训练 其实早在训练以前 保罗兄弟的身体条件 就已经比一般人好上许多 除了身高都在180以上 臂场范围都在74寸左右 过去在选人时代 两兄弟也都有角力 以及美式足球的底子 起因是Jowell 接着是KSI 而KSI这边 也有一位在当网红的弟弟 Daiji 弟弟顺势加入 较增了J-Paul 这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让保罗兄弟 进军到了拳击界 第二场的网红拳击赛 成了一场兄弟党的对决 哥哥对哥哥 弟弟对弟弟 双方各自的粉丝声量 以及有模有样的记者会 媒体宣传 这场网红拳击赛 果然又再一次 吸引了巨大的关注 说起来 KSI根本就是 保罗兄弟的贵人 如今保罗风暴的推动者 但他这么做 也绝不是 想帮助他们两兄弟 毕竟只要拳赛成了 就是满满的钱 以及流量 再加上对手 又是这个全YouTube 全娱乐圈 甚至全球都踏伐的 网红反派 一个打赢了 搞不好 还能登上头条板面 然而这一场比赛 六个回合结束 最终结果 则是爽放平手 至于弟弟组这边 J-Paul 则就狠狠地 教训了Daisy 随着这一场胜利 也让J-Paul决定 要进入职业群职的领域 狠狠地 捞他个一票 2020年开始 J-Paul正式进军 职业群职赛制 第一场比赛 对手是 同为网红的 MISO GILIB YouTube频道 230万订阅 IG90万追踪 比赛为 六回合的赛制 KSI 也来到现场观战 当然 他是来帮好朋友 MISO GILIB 助阵 而这场比赛 J-Paul 仅用一个回合 就收拾掉了对方 再次以TKO拿下 哥哥在台下 爽得要命 KSI这边 只能无奈 摇脱表示 难道是我代赛 第二场比赛 这次的对手 不再是网红圈 而是前NBA 灌篮大赛冠军 Nate Robinson 这一战 也是Robinson的 拳击处女秀 Nate Robinson 在NBA生涯 虽然拿过三次 灌篮大赛冠军 但他最让我 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却不是灌篮的镜头 而是当年 以175公分的身高 盖了226公分的姚明 以及麻辣锅 还有Paul Pierce 在尼克主场 投进绝杀球之后 立刻冲到前庆祝 结果大坐了一个飞机 惊人的身体素质 离开NBA后 Robinson近年来 也开始正规的 拳击训练 再看到J-Paul 前两三的表现 就在节目中表示 希望有机会 能跟J-Paul 打一场全赛 而J-Paul 这边 也爽快答应 两人的比赛 被安排在传奇拳王赛 Mike Tyson vs Roy Jones Jr 的赛事名单中 Lionette Robinson 虽然过去是世界级的运动明星 但这一场比赛 明显缺乏实战经验 多次鼠动出击 却也多次被伤为前辈的J-Paul给击倒 最终在第二回合 剩下1分25秒时 惨遭到了KO 这场比赛 随着这场漂亮的胜利 在拳王泰森的招牌下 击败了前NBA球星 J-Paul 从这一战结束后 正式向一票 MMA的选手们宣战 What the fuck is up you Irish cunt Good morning Conor McGregor I know you're probably beating up old dudes in a bar right now My team sent you a 50 million dollar offer this morning 50 million dollars cast Google funds The biggest fight offer you've ever been offered But you're scared to fight me Conor You're ducking me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lose to a fucking YouTuber You're 0-1 as a boxer I'm 2-0 as a boxer I just came off the 8th biggest pay-per-view event in history But you want to fight Dustin Prober Who has less followers on Instagram Than my fucking dog That's a fact And Dana White You're a fucking pussy too You ugly fucking bog That's the boy Oh my god That's the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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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 McGregor Fuck bitch There's no mask Daniel Cormier 教授了这么多的UFC选手 第三场比赛 对手确定为 刚从UFC退役的Ben Askren 踢到Ben Askren的代表作 绝对就是这个5秒飞袭 不好意思 再度拿出来鞭 The fight clock is brought to you by Model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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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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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被飛騎KO 被翔布斷電後 進入UFC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宣布退役 然而在加入UFC之前 他可是兩大綜合格路聯盟的前冠軍 拿過貝勒托爾跟萬聯盟的冠軍腰帶 且戰績是19戰全勝 因此即使已經退役 身材也明顯走真 哇靠這個腰 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 Jay Paul 的連勝之路將會再次中斷 對手好歹也是冠軍級的格鬥選手 只是一個網紅 一賽列明明多少年 怎麼可能打得過 然而這場比賽 卻是Jay Paul 到目前為止最輕鬆的一戰 Ban Exquan 再度被秒殺 Ban Ass Cream 第一次場比賽 對手同樣剛離開UFC 然而這一次不同的是 對方可是在UFC打過冠軍 且防衛過四次冠軍腰帶的前次中央級冠軍 台倫 Woodley 除此之外 Woodley 比Ban Exquan 更不好對付的地方 就是他的戰力技術更具威脅 當你在UFC第一次奪冠 就是這樣 一擊直接把Robbie Lawler給KO掉 Oh! Oh! BIG SHOT! HIT IS ON LONGER! Tyron Quilley It's the new USG WOLTER WAKE CHAMPION of the world 甚至為了這場比賽 Woodley 還找了拳王梅威瑟 幫自己訓練 因此這一次 不止更多人認為 Jay Paul 的連勝之路 會再次中断 甚至形容這一戰 就是網紅的終點戰 曾跟Jay Paul 有過短暫衝突的前中央級冠軍 DC表示 Tyron Woodley 可不是對方玩得起的 如果說Jay Paul 是流量重砲手 那Woodley 就是The Chosen One 另一位 有如此囂張稱號的 是NBA的皇帝 Labong James Woodley現在 就是整個綜合格鬥界 以及保羅黑本們的希望 然而這場比賽 除了這一拳 Woodley大部分時間 是相對被動 但當拳擊拳道後 打法略顯單調 大部分的時間 還是Jay Paul這邊主導 一拳棒咬對手的意圖 太過明顯 因此打擊數方面 也是Jay Paul這邊領先 雖然這一次 Jay Paul 沒有KO掉對方 甚至自己 還差一點被KO 但最終八回合結束 裁判一致判定 Jay Paul 四連勝 再次震驚各界 不少UFC選手看完後 紛紛表示失望 現任四中王級冠軍 Woodsman 僅留下了一個表情符號 前冠軍DC 大概也產生了想減肥付出的念頭 同為俄亥俄州的老鄉 Labrond James 在得知比賽結果 也表示很後悔 沒來看這場全賽 不論是NBA明星 還是世界有名的綜合格鬥冠軍 通通贏不了他 主要是網紅 卻接連打敗了這些職業名將 可以說是史上第一人 卸下自己最強網紅拳擊手的紀錄 同樣的情況換作我們這邊 有流量有工商 大夥只能看著我們兄弟繼續囂張 跨界拳擊賽 現在是YouTuber當家的時代 然而這場半路出家練個幾年 就能打敗這些 過去在鐵龍遇險奮戰好幾年的選手 也讓觀眾分成了下列兩派 一派認為Jay Paul 是真的有拳擊方面的天賦 加上MMA跟拳擊 本來就是不同性質的東西 而Jay Paul優異的身體條件 確實有讓他拿下四連勝的本錢 甚至讓一些原本不看好他的觀眾 隨著這一波連續暴人 也漸漸對Jay Paul改觀 像是小櫻的教練 Harvey Mendez就表示 如果是拳擊規則下 他甚至看好Jay Paul 搞不好能贏Carnal McGregor 淡定一派的觀眾 則認為這就是表演賽 全都是套好的 提出的論點 由過去明明在鐵龍內 能連續挨好幾拳 最後逆轉的Ban S-Crim 在面的Jay Paul 一個簡單的彎兔組合 居然就被擊倒了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還有Woodley的打法 也實在太不積極 這拳命中後 不持續上前追擊 給人的感覺 就是放水放大 認為現在 就是商業大於一切 讓他們在勝負上 選擇的妥協 之後一起回後台數前 總之有人看好 有人當局在追 其實兩邊的論點都有道理 但也都有說不過去的地方 像是Jay Paul這拳 到底有多重 人當Ban S-Crim 直接沒辦法比賽 想必Raby Lawler看到 應該也想上門討教 而覺得這一切 就是表演賽的觀眾 如果今天 換作你是 台倫Woodley 是四次衛冕 四中央級腰帶的冠軍 因年紀狀態下滑 今年被UPC釋出 但不久後 又獲得了這次 跟Jay Paul對決 替綜合格鬥界 出口氣的機會 究竟要付多少錢 給多少的好處 才能讓你改變主意 放棄在這樣的大舞台上 當英雄 然後現在要被 過去的戰友 以及格鬥迷們取笑 唾棄 以上這些 就交給觀眾們 知情評断 畢竟這場保留風暴 才剛剛開始 因為Jay Paul 想打的名單人選 還有很多 像前面提到的 UFC刺中央級冠軍 Wuisman 嘴炮 Conor McGregor 麻家兄弟 以及拿過四大組織冠軍的 世界拳王 甚至是自己的哥哥 Rogan Paul 通常都在這份名單中 相較哥哥目前是連敗 Jay Paul 大概還會在囂張一陣子 而在這支影片的期間 Jay Paul的下一場比賽 對手也已經確定 而哥哥Logan 也正在計劃下一場 要對上拳王泰森 如果之後真的確定 那哥哥這邊 也創了一項紀錄 史上第一位 打過梅威瑟 也打過泰森的選手 那麼影片的最後 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認為以上的人選 哪一位 會是網紅終點戰 或者通通都不是 現在就是 Jay Paul的時代 歡迎在底下 留下你們的想法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